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财客按站 我是小V 今天是7月7号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币圈的新消息 那之前呢 受到这个三件资本爆雷呢 而产生了严重影响的这个加密货币经纪商 Voyage Digital呢 在7月6号的时间呢宣布 他们现在呢 是正式根据美国的破产法的第11章 向法院呢申请了破产保护 那Voyage现在估计呢 是拥有超过10万人的债权人 而公司呢 预计现在呢 拥有的负债呢 是10到100亿美元左右 但是同一时间啊 公司现在预计拥有的资产呢 也是在10到100亿美元之间 那Voyage呢 现在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个破产重组的流程 就是为了呢 要让这个客户呢 恢复账户的访问 另外呢 也是为了要创造呢 向客户还款的一个有效途径 而且Voyage Digital呢 现在也已经停止了 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面的 所有股票的交易 已经开启了退市审查 但是在这一次 Voyage提交的这个破产申请的文件当中呢 大家却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前几天呢 还发放了这个5亿美元贷款给Voyage的这个Alameda Research的这家公司呢 竟然是除了三件资本之外的第二大的欠款人 他们欠了Voyage呢 3.76亿美元 那Alameda Research呢 对于他们自己为什么既是这个欠款人又是初代方 他们目前为止呢 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 但是这个Voyage呢 在之前表示过啊 这5亿美元的这个信贷额度呢 只有在需要保护客户资产的时候呢 才会动用 那看来这个Alameda Research的这5亿美元 是用来保护客户的资产的咯 那另外呢 这个Voyage的CEO Stefan Ehrlich呢 在这个Twitter上表示 他们现在呢 仍然是非常坚信加密货币产业的未来 只是呢 公司现在呢 必须要采取果断的行动 用法律的程序呢 使公司最大限度的复苏 他们的目标呢 是要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组织 那Voyage打算如何赔偿客户以及复苏呢 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Voyage呢 在一份声明当中解释 申请破产保护呢 就是这个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就是为了呢 要让客户们能够再次访问他们的账户 那CEO Stefan呢 也解释了他们的计划 计划呢 是让这个账户中拥有加密货币的客户呢 去接收一个混合资产的组合 那这个组合资产呢 就包括有加密货币 从三件资本恢复的部分收益 新重组公司的普通股 还有呢 就是这个Voyage的代币 这样的一个新的资产组合呢 来给回客户 那这个CEO呢 还补充说到 在他们与大都会商业银行 完成了对账 以及这个防止欺诈的这个过程之后呢 账户当中 原本拥有美元的客户呢 之后呢 也将可以使用他们的资金了 那所以呢 综合所有的因素啊 CEO是认为啊 他们是要保护平台上的所有资产 并且呢 要让这个Voyage呢 继续运营 那接下来就希望这个Voyage呢 能够妥善的解决好 他们所有的问题 让客户们可以早日拿回他们的资产啦 好 今天新闻部分就分享到这里 节目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24小时之内币价的发展 BTC在24小时之内呢 上升了1.9% 现价报20332.5美元 ETH呢 是上升了3.7% 现价报1168.04美元 前20大加密货币当中呢 上升最多的是AVAX 上升了4.3% 现价报19.06美元 而下跌最多的是TRX 下跌了2.1% 现价报0.066 417美元 好 那今天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或者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